有售票吗 你的私人电影院 好享受 我觉得很舒服 一般家庭聚业 它有的可能 会把它做得奢华 强调它影响设备 我是比较喜欢说 延续到一个 所谓自然休闲的那种气氛 就是你的家庭聚业 是要放松的感觉 对 真的是要放松 所以你的颜色也简单 所以我延续到 我想说我就是以白色 烤漆为基底 再加上我原木的一个颜色 好像我的五桶的风化木 但我用这样的直向横向 这样拼贴的方式 我想说就用这样的方式 去搭配这样一个休闲的感觉 老师说你的这个空间 我会有一些错觉 我觉得它有点那种 北欧的风格 有一点点 对 带那种效果 北欧放松减压的空间 虽然我是我的家庭电影院 试听事后 它也是虽然我自己住家的一个真正的客厅所在 所以正在当客厅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说 我的摆设方式就是两张沙发椅中间是一个大茶几 这样一个所谓的对坐的一个方式 最后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 当然这个我当男主人我就要请老一点 我把它查起来 往前椅子转个向 转个向 两排座椅的效果感觉 真的是像在电影院看电影那种感觉 OK 既然我们说它是一个在北欧 然后又比较放松减压的空间 你要打造视听室的时候 就必须把那种机器感觉的东西藏起来 对 对 一般我们在视听室里面是看到很多的喇叭 对 没错 比如说两个主喇叭很大一个 然后重低音 然后喇叭一大堆 对 但是我这一个设计的方式 都把喇叭的部分全部藏在天花板上面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现在有三个斜角的这个部分的喇叭 这个其实就算是它的主喇叭 嗯 那在我那边的话 你可以看到天花板上面 砍入了四个环绕的喇叭 对 我选的框色都是白色系维组 你刚刚说这里是顶楼吗 对 这是顶楼啊 可是我老实说不觉得有顶楼的那种照热耶 因为我这个顶楼 其实我楼上还有一个空中花园 在顶楼的部分 我用了南方松再做一层的地板 然后再去放那些纸在的部分 所以你在现在五楼这个部分 其实不会感觉到热 尤其我们现在夏天 这么热的天气 你不会感觉到 对 不会感觉到说一般房子的顶楼 那种照热的感觉 你知道看完你的房子 我会觉得一个人一天就只有24小时 对 如果我真的又要兼顾工作 要兼顾休闲 又要兼顾我的家庭的话 像你们家这样子居家空间的打造方式 我还蛮推荐的 谢谢 很开心可以来一家参观 谢谢 这个住办合一的家 依照林阳心目中的理想蓝图来设计 每个空间有所区隔 却又巧妙融合 来到绿色系的主卧室 或是粉红色系的女孩房 都能透过楼梯端井 来做心情上的转换 如此多样化的空间 不仅可以当作是自己的作品 让访客参观 也让林阳在工作忙碌之余 能给家人多点关心与陪伴